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小母鱼缸中的这条巨骨蛇鱼 这家伙是骨蛇鱼目 骨蛇鱼刻的淡水鱼类 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 不过咱家的这条还是个宝宝 巨骨蛇鱼体型巨大 长条形 这家伙的嘴巴大 但是不像大猫那样有呼吸 但是 他的舌头上面据说有牙齿 这家伙分布于亚马逊河流域 在水中含氧量降低的情况下 会游到水面上来吞咽空气用来呼吸 这货也被冲击为曝冈之王 因为重年的巨骨蛇鱼 力气那是十分的巨大 食物就非常的杂了 小鱼小虾 甚至是蛇 跟乌龟他都吃 黑魔神 我的小宝贝 这货有名梅花斑里 还有个名字叫做蓝猪雷龙 可是咱们家的这只 我觉得叫它黄猪雷龙共为贴切 这家伙的体格相当的健壮 成年时期可以长到70公分左右 原产地是印尼跟马来西亚附近 超活泼 贼拉皮是好痒 但是这家伙最喜欢的 还是有水流的环境 不食的时候 以伏鸡跟猎杀为主 我估计啊 穷蛙之类的 就是他的最爱了 这货小时候 还是比较温顺的 但是一旦成年之后 利用地意识就非常的强 所以讲这货 还是种个大点的鱼缸比较好 嘿嘿嘿 他来了 这条恐龙王鱼 在咱们的鱼缸里 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没有单独出来介绍一下 我感觉这家伙 是恐龙王鱼中 最为漂亮的品种啊 头部扁平 身体相对于其他的亲戚 要强壮很多 但是他的下颚跟猫哥似的 比上颚突出 背骑嘛 一般会有11到15个 就跟远古时候的恐龙 没啥区别 它们的实性特别的大 小鱼小虾小泥鳅 都是它们的最爱 别看这货现在长得不是很大 但是重年的恐龙王鱼 最大的能够长到80公分呢 所以咱们这条 还得继续努力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